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教会要找出一个真正的答案 我到底为什么信耶稣 我对基督的信仰有哪一种正统的知识之识 这个知识是不是从神启示所归答出来的 所以他们差口就有 要在旧意中间找出是不是上帝的计划中间 有一位这一位以神的神论到地上来 做人的神论二行的宗宝 结果有一些的人接受耶稣有神信 有一些的人不能接受耶稣有神信 不能接受耶稣有神信 怎么解释耶稣神迹的事情 结果就找出了一个适中的办法 耶稣是神 但是祂是上帝下面的赤等神 耶稣是神 祂不是那个全能的至高之处无限的神 祂是有限的受造神 祂是神所创造的赤等神 祂是曾经有神能力的大能神 祂不是真正的全能神 这种观念在第二世纪就透过一个很重要的人讲出来 这个人叫做亚流 亚流就认为基督是受造的 基督不是全能的神 基督不过是大能的神 那教会就产生了不同信仰的两批人 我的神 我的主就向祂敬拜 我的神 但是我上面还有另外的神 这两种同在教里面 那么你说 可是 可非 可走这条也可那条这条 木铃两口 如果是这样的话 教会只要分裂了 教会要在道上合一 教会要在信仰上合一 跟今天领恩派说的合一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 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弟兄 这个叫做合一